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姑姑,今天9月4号了 你们看,这一颗沉梦怒醉化开始出状态了 前两年我养的沉梦怒醉化,我感觉出状态都不是很多 然后这一颗呢出状态了,还有那边那一颗 看到吗,这一颗也在出状态了 这颗应该不叫也在出状态了,是已经在上状态了 已经有状态了 非常的美 它的这个醉化已经变成了橙色了 今天想给小伙伴们聊的一个话题是啥 就是最近我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喜欢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小姑姑,你的沉梦怒为什么喜欢用高一点的喷 是因为高一点的喷,它容易出状态吗 然后我,我沉湿了一会儿 我就在想,我用了高的喷吗 可能是每一次小伙伴们看到的是不是因为我用的都是这样 盆比较大的 这种盆比较大的 比较高的 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盆的高度在8厘米到10厘米之间 你们看,这个盆就是在8厘米吧 然后这个盆的话就是也是8厘米 这个盆应该要稍微高一点 8.5厘米 这一颗双头的沉梦怒,它的盆口径是7厘米 然后高度的话应该在10厘米 这个的盆口径是5厘米 小伙伴们看,这个盆的话口径是5厘米 高度应该也在5-6厘米左右 然后我觉得也能够出状态,出状态也挺好看的 像这一颗的话盆的高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我给大家量一下啊 哎,好弄暖啊 看,这一颗的高度在11厘米 11.5厘米之间 这个盆的高度比较高,但是没办法 因为它这个盆本身就比较大嘛 这两颗都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不一样 小伙伴们你们看到了吗 大的盆一样的可以空出很好的状态 你看,状态也还不错 这一颗双头的沉默怒是我目前最喜欢的 然后它的尺寸也非常的大 这一颗双头的沉默怒尺寸在将近18厘米了 这个盆的口径应该是16厘米 现在它的状态出的也非常好 然后我们看,这个盆的高度我给大家量一下啊 小伙伴们看,这个盆的高度在10厘米 10厘米 所以说我种植多肉的话 并不是说用大盆 或者是用很小的盆 控养出来就有状态 我觉得什么样的盆都适合我 这一颗山头的沉默怒 小伙伴们有印象吗 去年 从小白方移到这个一家轮的盆里面 现在你们看 它的这个状态 我记得还扒过一次它的叶子呢 生根发芽几率不是很高 不知道为什么 出状态也还不错 这个盆的高度在16 将近17厘米了 将近17厘米了 但是你们看 依然可以把它控出非常好的状态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准备打造的全网最大的一颗单头沉默怒 你们看看 它的这个盆的材质是紫砂盆 口径是非常大的 当时上盆的时候我也量过 现在你们看 长势都还挺不错的 前段时间我还做过提头的试验 能够把这颗植株黏盆带肉的提起来 说明它的根系长得是非常好了 现在的话就耐心的等它上状态吧 还不错 小公公把我比较有代表性的 养多肉的这些盆都带大家看了一下 不管是大盆小盆 它都会出状态 真的是时间的长短 但是不得不承认 就是盆大一点的 你就像这种盆大一点 还有就是这个盆是比较高 然后这个盆是比较宽 它们出状态的时间肯定是比这种 要慢一些 要慢一些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首先它是要把这个盆里面的根长满掉 长满了以后 然后你才能控养 才能让它出状态 很多小伙伴们买来的肉肉特别漂亮 然后呢就舍不得它掉状态 把它种下去以后 就舍不得浇水 舍不得养根 就想着让它一直维持这个美美的状态 但是你却不知道它的根系容易出问题 实际上咱们把根系养好了以后 然后随你怎么略 你们看这几个盆 当时是同时一起种下的 这一棵发育就要慢一些 看到没 像这些刚刚种下去的时候就像那么大 它的这个盆边缘都是可以看到的 现在你们看这样俯视图的话 你都看不到铺面石了 是吧 就说明已经长满掉了 把这个盆口径已经长满掉了 这个是下了雨的 昨天下了雨的盆 盆的重量应该是很重的 但是你们看 你们看我可以把它这样抓起来 看到没 这样就可以抓起来 说明它的根系长得非常好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好好地掠它了 让它出状态 总之在小宫滚这里啊 我对盆的要求真的不是很高 不管盆的盆大盆小盆高盆低 我觉得只要我把根系养好都能够出状态的 尤其是陈梦诺 所以小伙伴们不用再问我 陈梦诺适合什么样的盆 其实这些是需要你自己去总结的 因为你要根据你所在区域的温度 湿度来决定 像我这边的话 在昆明嘛 真的是有天使地利的优势 我用什么样的盆都可以 加仑盆也行 这样的10厘米的盆也可以 然后像这些后面这些大一点的盆都可以 都行 总之我遵循的原则就是把根系养好 盆都不是问题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